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来学习法剧经故事集 有佛陀的开示的法语 也有佛陀时候 实际的弟子们发生的事情 虽然法剧经的法语 也许有一些的内容 它并不一定看起来跟它的故事 好像完全可以了解它是一致的 可是法语总是都在提醒我们 能够怎么样真正对法来观察 怎么样子在我们自己的行为 能够有所约束 能够合乎法的修行 所以我们从法语跟故事 都有它的作用 尤其故事又有实际的这一些的事迹 我们可以从 好像我们现在的人 也还是会发生的这一些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待佛陀怎么样子的对应 教导这一些故事里面的人物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一些的实际的事迹 来转移我们的心 来让我们的心 能够从世间的评判的角度来导向 能够从法的观察 那这样子呢 也更可以看得到佛法 它的作用 那我们这个单元要继续的是第十三品 世间品 是新的一品 那在这一品呢 是以世间为名称 也应该里面有一些的内容 也都是我们在世间 很容易看得到的这一些的事项 可是呢 能够观察的话 就从世间法而进入出世间 在第十三品的第一个法语 提到的是不要作恶 不可放异 要去除邪见 不可贪烂 世间物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学佛 很基本的这样子的一种条件 也就是能够明辨事情的善恶 那这样子的准则呢 应该也就是我们要对待世间的 一切事项的一个根本的判断 善的也就是我们有利益的行为 不管是对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对别人的利益 那在佛法讲的利益呢 当然主要是让我们的心 都能够到达根本的清静 根本的安定这样子的考量 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所以说不要作恶 基本上如果我们的心 没有贪 贪囚 也不会有震恨 所以这样子的心念 没有任何伤害的念头 基本上 它就是 没有作恶 那 接着又是不可放异 那针对我们的心念的掌握 当然也要落实在我们的身口的动作 念头是属于主宰者 是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的主要的推动者 那如果我们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恶的念头 那当然我们也不会去做身体的伤害行为 或者是讲话有伤害的这些语言 那不可放异 应该也就是我们都要实时的依照这样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 那我们都不会说 有一个自己心里的投机的心 想说 那我应该 也许在什么时候 或许我的念头想要偏离了 那我就 就是顺他一下 那这样子就是放异 所以 能够不作恶 而且要实时的要 去坚持 持续 也就是不管碰到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人 任何的时候 我们都要坚持这样的原则 那这样子就是不放异 那在 开始要我们要去除邪见 不可贪婪世间物 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学佛 还是需要文思修 听闻佛法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 从一位觉悟者 佛或者是祖师大德 这样子的过来人 他们能够让我们知道说 怎么样子是合乎正确的法 的观察 那我们才能够跟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些 并还没有证悟到的见解 来做一个对照 乃至导正 所以说要去除邪见 你也要先从建立正确的资贱 也要先从建立正确的资贱开始 所以八正道的前面就是要正资贱 那我们能够有正资贱以后 我们才能够来 关照我们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那再来不可贪婪世间物 也就是我们所对的 所有的这一些的外在的世间 不管眼睛看到的事物 或者是耳朵听到的这一些的声音 那我们鼻子所闻到的这一些物品 香味 口里藏的这些的食物 身体触觉的 不管是衣服 或者是我们在天气的变化里面 夏天我们希望能够比较清凉 想要吹冷气都待在冷气房里面 或者是冬天我们希望能够温暖 那这些都是我们心对外在的一种贪求 那当然还有一些更加豪华的享受 那就是有它的程度的这一些的增长 那我们的心更加也会被迁离 所以在这里所谈到的 就是有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应该 基本就是应该不要作恶 而且随时都要这样子观照 我们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那如果我们没办法掌握这么精准 那我们也应该要能够建立正确的政治见 然后去除我们自己不对的这一些的观念 肢解 然后对外在的这些事物 我们不要贪求 那这样子就减少这一些的诱惑 那我们的心才能够更加的专注 那所有的佛法 能够从我们的身口意 这样的层次来建立起来的观照 也就是从外在的比较粗浅的 然后呢 我们都能够小心 那慢慢的我们的心越来越维系了 那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自己的念头 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外到内 然后我们再来 就是能够随时的观照我们的念头 那这样子呢 就非常的细心的这样的一个修行 所以佛法有次第的 那也有直接就讲我们的心法的 那在佛陀的开示呢 它也都是有一种全面性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句 好像我们听起来啊 很普通 好像觉得我们也是常常听到的 这样的一个开示 那我们还是需要说 去维系的去了解它 因为我们常常对一些道理啊 也是听到了 可是呢 真正落实啊 还不容易 而且有时候呢 我们的心没有这么维系的 这种思考的时候啊 也好像好像 自己还没有掌握到这样的一个要点啊 所以每一句法语 我们如果细细的去思维啊 那我们就能够实际的去落实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再来看相对的这个法语的故事呢 它的题目是 与少女争吵的比丘 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角呢 是一位年轻的比丘 那么在故事的开始就提到的是 但是这位年轻的比丘呢 他跟一位年老的比丘 那两位一起呢 他们在脱拨 那当他们脱拨到了 皮色雀的家里的门口啊 那这位皮色雀呢 是非常有名的佛陀的女弟子啊 她是非常的标准的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她的故事啊 她非常的有证见 而且呢 非常的真正修行 对佛陀非常的恭敬 那她当然是对比丘 是非常恭敬的心啊 所以呢 她也供养了这个 两位比丘的食物 那年老的比丘呢 她就离开了 她就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那就剩下这位年轻的比丘 就在比色雀的家里 那可能呢 她当时脱拨了以后呢 可能比色雀这个家里啊 有圆灵啦 那她可能在那里吃她脱拨的食物吧 这个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啦 那这个时候呢 皮色雀的孙女啊 她就正好要去这个提水 要去应该是他们的园林里面有个水池吧 那她也想要把那个水呢 过滤以后呢 要供养这个年轻的比丘 那这个时候呢 比色雀的孙女啊 她就看到这个水罐里面的这个水啊 有个倒影 那是她自己的倒影 那她自己呢 就很自然的 不经呢 她就看着她自己的倒影呢 就笑了起来 那她在笑的时候呢 这个比丘呢 也看到这个比色雀的孙女在笑 所以她也笑起来 结果呢 这个时候比色雀的孙女啊 看到了这个年轻的比丘 对着她笑 她就开始呢 就骂这个年轻比丘啦 她就说 你这个光头佬啊 那干嘛笑我啊 这个显然是 比色雀的孙女啊 她误以为说 这个比丘呢 在对着她 这样子笑 所以她就骂她 结果这个年轻的比丘呢 她也生气起来 听到比色雀的孙女 这样子讲她 她开始骂她 然后就骂她说 你也是光头佬啊 你母亲跟你父亲 也都是光头佬啊 所以她们两位啊 这样子的一个对打 都变成是一种情绪化了 那这个时候 比色雀的孙女啊 她听到 年轻的比丘也骂她 然后连她父母也一起骂下去啊 所以她就跑去她祖母那里 就是比色雀那里啊 就跟她哭诉 就是告诉她发生这些事情 然后比色雀呢 她就立刻呢 就过来 然后呢 就向这位年轻比丘说啊 你呢 不要因为她而生气啦 她是劝解这个年轻比丘啦 她呢 也没有意 一定要冒犯你的 可是呢 这比色雀呢 就告诉这个年轻比丘说 可是呢 比丘呢 确实是剃除头发啊 那你们还穿上这样子的 这种碎布 就是这样子一种 我们称作百纳衣啊 就是去捡人家丢掉的 这些不要的 这些的布啊 再缝起来的这样的袈裟啊 而且你们又没有边缘的 这个波来骑食 那这个都表示说 这比丘呢 你就是已经就是放弃 世间的这些的物品了嘛 那意思应该说 那你应该都能够容忍嘛 所以呢 比色雀呢 就劝他 他说 那你应该呢 要了解说 他这样子讲的话 也没有错啊 已经剃了头发啊 这样不对吗 结果 这位比丘 这个年轻的比丘啊 他就回答说 他说 你说的是没有错啊 但是他为什么要羞辱我呢 就是这个年轻比丘 他还是认为说 这个比色雀的孙女 讲他是光头老呢 还是在骂他啦 还是在侮辱他啦 所以两个呢 就等于是 就是在一个世间的层面呢 就是争执不下啦 那虽然比色雀呢 他希望年轻的比丘 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说 你本来就是贴了头啊 那人家讲你是光头没有错啊 可是年轻比丘就认为说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 是在骂他嘛 所以 这个时候年老的比丘回来了呢 但是呢 他怎么劝 也没有办法 安抚这个年轻的比丘 还有呢 这个比色雀的孙女 因为比色雀的孙女 也认为说 为什么他要对他笑呢 他笑他到底是做什么呢 他就随口这样子 就叫他嘛 那这样子的一种 两个人的争执啊 都是在一种 世间的这种观点上面啊 所以要 其中一方呢 能够消除 他们的这种情绪啊 都不可能的 所以 在佛陀啊 他呢 不久也到了这个 皮色雀的家里啊 因为 是怎么样的原因 我们是不知道 可是正好呢 佛陀也 到了皮色雀家里 然后呢 他看着这件事情 他就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啊 他就观察的主要的是 这个年轻的比丘呢 他就有一个机缘呢 已经快要证悟出国 也就是他有这样的成熟的时机 那我们知道出国呢 也就是能够观察到 我们的心 所执着的这一些的事物 影像 都是假的 也就是能够 初初看到 我们一个 无辱我的这样的状态啊 所以呢 佛陀啊 他是 觉悟者啊 所以佛陀在 劝解的时候呢 就 已经是 超过我们世间的 这一些的层次 因为世间只是想要平息 说 那你就记住这个事实吧 你不要生气吧 那 这样子 一种 只是 劝 劝解这样子而已 可是佛陀呢 他是看到的是一种 深层的 能够 让一个人 听到佛陀的开示啊 就悟到这个法 所以 佛陀当时呢 他为了要使这个年轻的比丘啊 接受他的话呢 那佛陀就先问比色却说 那 如果呢 只是因为 这个比丘是 剃了头发 那你的孙女就 称呼他是光头老 那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比色却 他站在一个世间法上面是说 那 出家人 真的也是剃了头 是光头嘛 那如果人家 叫你光头 那也是事实啊 你为什么 要生气呢 可是 佛陀说 你要知道啊 这样子的比丘剃头 那你孙女 就一定要讲他是光头 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他要剃头 主要是他要成为一位出家人 他要加入生团 他也是一个修行人啊 那就像我们说 一个出家人 虽然是剃了头啊 那我们都会称说 是师父啊 或者是一位法师啊 那或者是说 问 称他是出家众嘛 我们要以他的身份来 称呼他了 我们不会说 只是以他的外表 就说 他是光头的 或者现在我们说 他是尼姑 那就是用一种 我们出俗的 外在的这样子的一种 外表来称呼人家而已 因为他要出家 是一个尊贵的一个行为嘛 他是有一个理想 有一个目标的 那我们应该 没人都要尊重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 目标的行为嘛 那就不是说 以这个世俗的眼光来看待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就不是只有世俗的外表 因为我们在以出家人来说呢 他不是只是要成为 一个光头而已嘛 他是要成为 一个生团里面修行的人 那只是出家人 在佛教里面 他的习俗就是要剔除头发 那主要的也是要 去除我们对世间的执着 那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行为 那我们就不应该 这么粗俗来看待他了嘛 所以佛陀呢 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高明的 这种深入的劝解 皮色雀啊 那也是要让皮色雀看到说 你本来是劝他说 要接受他是光头 那应该不要生气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也不对嘛 所以还是没有讲到 佛法的一个 应该要能够去尊重 他的一个目标理想的 这样的层次嘛 所以佛陀这么一说呢 就让这个年轻的比丘啊 他就感动了 那应该他的感动 也是触到说 那他成为剃头的光头的 这样的形象呢 也是要有一个内涵 自己也要重视 是修行的这个层面嘛 所以他就马上呢 向佛陀礼敬 而且就说 世尊啊 只有你才了解我 我的老师和这个女孩的祖母 都不了解我 那他老师就是这位老比丘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女孩的祖母呢 就是皮色雀啊 那 从这样子我们也知道 佛的智慧还是高超的啦 那佛这样子 好像 这个一针见血啊 而且是非常的贴切的 这样子的一种 劝解啊 就让这个比丘呢 他就触到了这个重点啊 所以佛陀知道 这个年轻的比丘呢 这个时候的心理啊 应该是可以理解佛法了 所以就跟他说 享受感官 欲望呢 是卑微的 那存有卑微的心念是错误的 不如法的 那在这里的 感官 欲望啊 是卑微的 这种 感官 应该是指的 就是说 我们 只是 随着听到的声音 我们就生气 那这样子是不对的 那 我们应该要如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 我们的感官 去 回溯 我们的心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陷在 世间上面的增值 所以佛陀的开示呢 他就是 有深入的 触到法的这个层面 所以这位年轻的比丘啊 也算是非常有福气啊 那他这样子一个机缘啊 那正好佛陀的智慧 也能够知道 他就应该是要 悟到佛法了 就适时的这样的开示 所以我们来观察 佛法这样的学习 让我们学习有成就 我们也把学习功德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